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解释 Curl F 的更深一层的意义 所以这Curl F 我们刚刚讲 空间中有个向量场F 那么在空间中定义一个向量场F 那在每一点它就对应都有产生一个Curl F 这Curl F也是随着XYZ 所以这位置不同也不一样 每一个地方都是向量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新的向量场 每一点又一个地方有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也是一样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小圈圈 做个小圈圈 一个小圈圈 这个小圈圈就是半径是 在我们电脑的电脑萤幕上面 半径是Delta的一个Circle 一个圆 CDelta 一个半径是Delta的一个圆 所以 所以 你现在这个 然后这个Delta是非常小的 非常非常小的 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 在这么小的一个Circle 然后连统它里面 这个 这是一个小的 小的圆平面 小的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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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小的圆面上面 这个圆平面 所以这是一个 那个某个点 所以因为很小才可以这样看 很小才可以这样看 所以这个的面积分 这个的面积分 因为这里面变成一个常数向量 所以这常数向量 小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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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向 小圆盘 小圆盘方向 可以变动的 不一定要 可以我自己选的 不一定要跟这个 不一定要跟这个Circle F 同一个方向 不一定 选某个方向 但是这是一个常数 这是一个常数 然后呢 Ds 这样做积分 这里面现在根本 是一个常数 你可以拿到外面来 你可以拿到外面来 所以你就剩下 这是一个常数向量 然后呢 这根本是圆的面积 这个部分是圆的面积 我们把它已经拿到外面去了 这是圆的面积 所以圆的面积 圆的面积就直接写一下 这个就是π 我们现在圆是选Δ πΔ平方 是圆面积 然后呢 这边这个并没有做计算 这个部分是 这个部分我们只是解释它的量 所以这个东西是代表 绕着它这个外圈 线积分一圈 绕外圈线积分一圈 OK 所以你把这个πΔ平方 移过来这边 移过来这边 所以你就得到 绕着这个半径 Δ的圆 绕一圈做线积分的时候 除上πΔ平方分之一 这个把这个移过去了 把这个移过去 所以得到这样 然后当然 这样的一个说法 抱歉 刚才这个地方是约等于 所以这个说法只能说约等于 约等于 原因是因为 你这个东西应该不是一个常数 但是你在很小的范围内 你就把它看成一个常数代替 这件事情要讲更严谨一点的话 更清楚一点的话 就是你的delta要很小很小 趋因到0 对 在趋因到0的情况下 在趋因到0的情况下 这么小一个区块里面的 这么小一个区块里面的那些向量 就几乎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这句话才可以 才可以这样说 OK 好 那这个式子 所以就是电脑萤幕上面 电脑萤幕上面所写的那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式子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是要解释 我们的主角是要解释这个量 在那一点上面的curl 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 在那一点上面的curl 这个左手边 是在那一点附近绕一圈的线积分 绕一圈 看它有没有做 像类似像弓 看它有没有做弓 如果它有做弓的话 它就会 就会 就会速度越来越快 像这样子的 有漩涡的话 就会速度越来越快 这个只是一个 就除掉这个 所以它又是一个比例 又是一个比率 除掉面积 所以它是一个比率 克隆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比率的关系 本来里面重点是这个 是旋转 这个是跟旋转量的大小有关 所以在那一点上面的curl 向量 它的本质就是 你沿着那一点附近 绕一圈 限积分 的旋转量 不过 你这个绕一圈 这个绕一圈 你要看哪 你要绕 看你什么绕哪 这就是我们 旁边 电脑萤幕旁边 这里 这个图 刚才有讲过的 对吧 如果你放一个水车 放着一个很小的一个 很小很小的一个水车 放在上面的时候 注意到你这个水车本身有个转轴 对吧 你水车本身有个转轴 那个转轴就是 那个转轴就是 那个N法向量 像N法向量这样 所以这个转轴如果 如果这个转轴 刚刚好 跟这个流场 的curl F 刚好是平行的 豆沉内积 如果你那个转轴 刚好跟 curl F 跟这个流场的这个旋量 所以这个curl 叫做旋量 旋转量 如果刚好是平行的时候 那你这个水车转的最快 转轴最快 但是如果你 这个绕一圈积分 计算它旋转的 如果你这个绕的这一圈 这法向量 也就是说那个水车 如果你放的转轴不好 转轴不好 那么你真正旋转的 有效旋转量 会跟它们夹角有关 会跟夹角有关 OK 所以 用这样一个式子来说明 向量场 给你一个向量场F curl F 代表的意思就是这个向量场 在那个点上面 空间在某个点上面 每个点上面 它有一个旋转的 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 这个趋势是一个向量 因为它有方向性 有方向性 所以你不是 你要对准方向 才可以转得最快 下面最后 这两个是快速应用一下 那个我们的Green定理 跟Stock定理 就可以得正的 第一个是 这两个式子基本上 都可以用很简单的向量 向量计算的工具 来把它 来把它证明 如果我们纯粹只是 玩符号计算的话 纯粹玩符号计算的话 那非常简单 因为 因为你看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三角形 倒三角形 这个算子 这个算子 其实上我们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向量 在做 向量内积外积嘛 做向量内积外积 所以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向量的话 这个 就 这个CurlF GradientF 对不起 GradientF 就好像是 GradientF原本写是这样的 你好像把那个F当作是一个常数量 对吧 好像一个F把它看成是一个常数 变成是一个常数这样子 这个都多写的 这其实就是那个原来的意思嘛 你可以把那个F 拉出来外面 像是这样子 这不是内积 就是直接乘进去里面 常数量乘进去里面 所以 这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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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G 乘上它 这件事情 它是个常数啊 所以它放到哪里都一样 你可以直接看这个 直接看这个 那看这个的话 两个 同样的量 自己对自己 Close Product 是0 所以这一看就是0了 OK 那这个的话更简单 这个更直接了 那因为这个就是A.B.C. 像这种形式 这是一个平行六边体的体积 平行六边体积 平行六边体积 ABC 用ABC三个向量组成平行六边体积 那平行六边体积 但是A.B.C.的话呢 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行列式嘛 行列式 就是把A.B.C. 把A.B.C. 这三个向量 你把它横躺的放 不管是直的 还是横的都一样 把它横躺的放 然后算出来的 加绝对值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 就是那 这里不用加绝对值 那所以 这有两个相同的 好 那意思就是0 所以这个也是很快 直接从 直接从 向量分 那个向量计算的观点来看的话 很快就做 就得正出来了 不过这个 这样的证明 没有任何 内涵的实在意义 纯粹是玩符号计算 而且事实上 你应该倒过来看 这个东西是有内涵意义的 这个内涵意义 我们是要真正 从Green-Ding Stock-Ding 证明完成 然后后人 后人 知道这些性质之后 他们在设计向量计算的符号 包含这种符号计算 内积外积的时候 发现 可以把这些东西 把这些具有数学性质物理性质的 方程式 整合在符号计算里面 所以 我们现在透过符号计算 完全不用管它的实力 就知道它一定是任意义 那是符号计算 这一套向量计算 向量符号计算 那个厉害的地方 它把这些性质 转换成符号 就可以表达了 符号计算就表达了 所以它本身 所以这两个式本身 还是有 重要的内涵 重要的内涵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看一下它的内涵 首先第一个的话 这个 gradient f gradient f 就是梯度场 是吧 梯度场 OK 所以我们这个要用stock定理 这个 梯度场 线积分 等于 这个 这个 这个场 的curl 这是stock定理 然后呢 Ds 对 好 那么 我们知道 梯度场的线积分 如果是在封闭曲线上的话 这是曲面嘛 然后在它的边界上 这是封闭曲线 所以在封闭曲线上面 梯度场的积分 梯度场就是保守场 绕一圈封闭积分 积分横是0 这个是我们在之前讲过的 所以在这里 马上就得到这件事情是等于0了 这个 这个梯度场的curl 不管在哪一个面上 只要不要碰到sing up point 不管在哪一个面上都是0 所以唯一可能性就是这个 这个梯度场本身 对不起 是这个东西 这个梯度场的curl 这个梯度场的curl是0 这样就已经得证了 第二个 对第二个式子 这个 这是divergence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divergence定理 divergence定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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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三处空间的一个 一个 solid 在它的封闭区面上面 在它的封闭区面上面 我们对它做divergence定理推导 对 那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面积分 然后呢 这个地方 面积分 我们又可以再运用 刚才这个 就是stock定理 这是面积分 所以我们可以用stock定理 把它变成是 线积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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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dot 线积分 但是这个 边界 两层边界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样 OK 我们看 这是一个实心物体 三度空间的一个实心物体 对 所以 所以 这个是一个封闭区面 封闭 就是外围这个面 那这个封闭区面 封闭区面上面 应用这个stock定理的时候 封闭区面的边界是什么东西 封闭区面边界是什么东西 我想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说 这个封闭区面根本没有 它的曲线边界 完全没有 你找不到曲线边界 所以曲线边界是0 没有 这个边界根本是没有边界0 所以这个积分 限积分就是0 好 所以这样子 我们说明了 不管 你随便选一个 随便选一个沙利的 随便选一个沙利的 它的体积分 都是0 随便选一个沙利的 的体积分都是0 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里面 一定要是0 所以证明完毕 还有 回到刚才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在说明的时候 可能 有点 感觉怪怪的 封闭区面的线积分 这个边界 这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它拆成两个部位 拆成两个部分 这样看的话就可能更清楚一点 我现在在这个封闭区面上 做面积分 所以我现在 这个部分就不写了 这个部分 我们等下得到结果还是等于0 所以已经证明完毕了 现在我要说明一下 这个红皮区面 你把它一刀 画成两段 所以也是一样 跟之前很多次的做法都很类似 你把它分成 上半面 下半面 整个 整个 我们这个 上半面 下半面 为了方便起点 我们就直接写D1D2 上半面 下半面 所以这个东西 直接写成上半面 下半面 的面积分 所以你可以拆开成两个个别做 拆开成两个个别做 在D1上 在D2上 在D1上 D2上 然后在D1D2上 各别做stock定理 各别做stock定理 在D1上面做stock定理 所以我们知道它可以 它可以变成是 这个时候 上半面 这个有边界 注意到边界就是这条蓝线 对不对 5D1 你这个一样可以 可以 可以做 这个 还要写一个 有点麻烦 不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F.dr 对 然后 后面这个一样也是一样 你可以变成是 5D2的 F.dr 你可以变成这样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积分结果是什么 我们从这边转到这边的时候 要用stock定理 所以根据stock定理 在这个上半面做面积分的时候 方向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看方向的决定 所以 刚才高斯定理 刚才第一层的时候用高斯定理 所以是要以向外的 向外的 向外的 向外的当作 当作是那个 正向 向外的当作正向 向外的当作正向 所以这个上半面跟下半面的向外 大概都是这样的 这是向外 这个是正向 所以 头朝上 人头朝上 走一圈 然后你走的时候 那个 积分的曲面 要在你的左手边 所以对D1来讲 它的方向是这样的 对D1来讲 它的限积分方向是这样的 5D1 限积分方向是这样的 是这种顺序的 但是 对于D2来讲 D2来讲 头朝下 不是 因为法向上上 所以你现在把头朝下 所以 你这样走一圈的时候 你所谓的正向 方向刚好跟它相反 方向跟它相反 好 所以 虽然 其实5D1 就是5D2 5D1 5D2是同一条线 都是同一条线上 所以 这个向量场的线积分 跟这个向量场的线积分 向量场是相同的 线也是相同的 线也是相同的 就是这条线 它们两个边界都是共线 共这条线的 可是因为方向相反 所以你这个积分出来 有两个 会插个负号 会插个负号 方向相反的原因是因为 当你使用stock定理的时候 你要遵循stock定理 积分的这个面 跟它边界绕的那个方向 有一个人走路 约翰走路这样子的 一个顺序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两个方向相反 基同样的地方 方向相反 所以对销掉就没有了 所以结论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对 OK 所以我们现在用高斯定理跟stock定理 diversion定理跟stock定理 简单的证明了这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那这个是 这个就是保守场 没有炫度了 对 然后这个呢 是curl本身不会再散了 对 curl本身不会再散了 好 好 本课程差不多到这里即将结束了 我们最后再回 回到原始的一开始这个 这个 这个年谱上面 这个 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叙述的时候 是先以green定理 然后呢 再推导diversion定理 推导stock定理 但事实上 历史上发展 未必不见得是这样子 这是因为我们 我们从简单的方式 开始诠释 对 所以这个诠释 有部分是 后代人做的一些加工 再加上有 向量分析的计算工具 所以才可以 把整个事情变得很简单 那可是在历史上面 你看到的话 其实有些地方是很 很有意思的 这个安培定律 是我们在最后才讲的 但是你看到 安培定律在整个年谱中 它是最早的 安培 早在 早在这个 Bewshava law 就是那个磁场 发现 导线旁边有磁场 导线电流 通电流 有磁场 这件事情之后 马上安培定 安培就 就发表他的安培之 law 所以这个 安培那个时候 是怎么看出 这个环道一层 环道一层的线继分是等于 常数值呢 这是非常令人 这个耐人寻味的 不过目前 在历史上文件 我看不到 这方面的进一步的探究 另外这个Green定理 Green定理 是在一个平面 二度空间上面 它有两种形式 其中一种形式 是跟旋转有关的 这其实在 负变函数的里面 负变的YD number 就是环绕数 有了异许同工的 的这个妙处 那你看这个 其实高斯 高斯在这个部位 在这个前后部位 对于这个负变函数 是主要推手 你看差不多接近的时候 那这个高斯漏 更是特别的 高斯在1835年 就已经发现这件事情 可是他的这个漏 是到了他死后1867年 才发表 高斯 我们知道高斯有 他所发表的论文 很少很难看得出 他到底是怎么样想 OK 很多事情他甚至密而不宣 要等他日后死后 由别人来阅读他的文件的时候 才重新发现 重新发现他已经做出来了 所以高斯漏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这个是 我们在证明高斯漏的时候 使用Diversion的定理 事实上是用通量的观点 去看他的 但是真正通量 通量这件事情 是来自 历史上面讲的 是来自于法拉第的例行 力线 力线这个概念 下降场这个概念 但是我们看到 法拉第这个力线 下降场的概念 其实跟高斯漏 差不多前后年代 差不多年代 所以 这个就是耐人寻味的地方 基本上他们彼此之间 我们不能说 也许他们彼此之间 都有互相受到彼此概念的影响 所以整个 电磁学的基础 基础知识 就是这几个定理的开发 是在同一个时代 差不多前后 前后50年同一个时代 有一群的大师 大概多多少都清楚 Stock定理的话 这又更特别了 Stock定理 Stock定理 Stock本身 其实并没有 在地上 他并不是他真正 那个个人 发表这篇 这个定理的 那事实上 是另有 另外一位 他跟另外一位大师通信 然后他把这个定理 放在 他那时候在建小大学任教 放在建小大学的一个考试 题目里面 竟然而后因此而得名 这样子 所以他在1850年的时候 放在考试题目里面 那更特别就是 Maxwell 事实上 是Maxwell的数学老师 其中之一 就是Stock 所以你可以这样猜想 Maxwell大概 大概或者从Stock那边了解到的这些 计算这种旋转 涡流这些东西的数学的 基本的一些工具知识 然后整个 整个电池学的 这些其实都是 伴随着电池学的发展 整个电池学到了Maxwell的时候 这个集大成 不过他刚开始的Maxwell方程式有20个 是靠的后面慢慢的向量计算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之前 向量计算 向量工具 其实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这么简单俐落 那个时候在计算这些 都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然后到了近代慢慢的 向量工具发展完备了之后 Maxwell方程式就被精简成只有四条 OK 好 这个是我们在微积分三 有关于Stock定理 Divergence定理的 这个全部课程 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